也不知过了多久 直到马车停了下来 老太爷 到主家大门前了 去敲门吧 是 老者示意了一名暗卫上前 暗卫上前敲门后 报了家门 开门的老者 一听是谢家旁戏 便朝外看了一眼 继而请他们进来 同时让人快步往里去禀报 谢家的家主 一听下人的禀报 便让人将府里的人都叫上 一同到前厅里去 一听说德川叔来了 我马上就赶过来了 德川叔好久不见了 家主 过来见过家主 都是自家人 离就免了 这位就是眼帝和弟妹吧 见过家主 这是我夫人 这两个是我的一双孩儿 家主 家主 你们叫什么名字 家主 我叫谢玉堂 我叫谢师司 是诗文的诗和思念的诗 好好好 第一次见面 来 这个给你们俩当见面礼 谢家主 从衣袖中摸了摸 取出两块玉佩 递给他们 多谢家主 多谢家主 站在一旁的凤九 只瞥了一眼 便看出那两块玉佩 是两件法器 而那玉智看起来还不错 心想 这谢家主 出手倒是挺破气的 尤其还是对庞系的子弟 那都过来吧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谢家主 转身看向身后的众人 都让他们上前 于是便在那里 给他们双方介绍 凤九在一旁静静地站着 听着 看着 直到他们双方都打了招呼 认识了一遍后 才见那谢家主 换来了管家 德传叔 父亲如今在闭关 还没出来 不过老人家交代了 将南边一处府邸 划给你们居住 知道你们这些天要来 我已经让人打扫干净了 现在过去 就可以居住了 至于到石府上的人手 就让炎帝到时候 找个时间 去奴隶市场 买些回来就好 日后若有什么需要的 也尽管开口 多谢家主 这样吧 你们一路奔波回来 也累了 我让管家 先带弟妹和玉堂他们 回府休息 至于德传叔和炎帝 还在坐会儿 我还有些事情 要与你们说的 好 他们两人应着 对美副交代了一声 便让他们跟着管家 先行退出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我认识 我认识 在你脑子里面